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和您分享一个长寿的养生粥 这个粥非常简单 做早餐也可以,做午餐,甚至晚餐也可以 这个粥可以帮助补气血 亦是帮助强化我们的腎功能 亦可以健脾胃 首先,第一个材料就是番薯 在街市,现在也很便宜 20元有3磅或4磅 这些番薯,我们清洗一下 因为外面有很多泥 接着我们就批皮 抗氧化物非常高 我一批皮之后,它就很快变黑了 除了抗氧化物高,营养价值也很高 它对于癌症也有很高的抗癌作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经常食用番薯 有时番薯还可以当作主要的粮食 代替白米饭都可以 但当然,你一天里面进食的份量也不可以太多 因为番薯也会令到腸胃有些气 所以容易放屁 番薯披皮之后,我们用水浸去 避免它变黑 另外第二个材料就是红棗 红棗可以补气血 而且它也有甜甜的味 可以令到粥不需要加糖 亦不需要加盐 红棗清洗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备用了 另外,番薯 把皮切成小 你喜欢一片片也可以 或者想再细一点也可以 不要太大 如果太大,煮的时间相对要长些 红棗拍扁 拍扁之后,就可以撕出核 由于我的刀不够重 所以要多拍几下 如果你的刀不够重 拍扁之后,就很容易可以撕掉核 撕掉核 把核切成小 也是方便食用 和方便出味 好了,现在就煮滚了一些水 这里大概是2公升水 你也要视乎自己家里多少人食用 这里是3-4人的份量 水滚,我将红棗 水滚和番薯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盖上盖子 煮滚 转小火 5分钟 在这段时间 我们就预备第三样材料 第三个材料 就是小米 小米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粗粮 它可以养肾气 除胃热 亦是可以治疗早期的糖尿病 亦是可以利小便 不过它的性质 就是比较偏寒凉 所以我们食用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会加红棗 或者加桂圆 一些比较温热的食材 就可以凳和 但是由于它的性质 有点偏寒凉 所以如果你脾胃 真的太过虚寒的人 亦是不宜食用的 对于有早期糖尿病的人来说 小米可以当作一个辅助的食材 它是可以帮助稳定血糖 但是也不可以过量食用 因为如果过量食用 亦是容易令到血糖飙升 另外它也含有色胺酸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分泌血清素 可以令到我们的情绪会好些 而且亦是有助医治失眠的 所以如果睡得不好 或者情绪不好 亦是可以多些食用 有小米造成的食物 其实煲这个粥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用了大概大半碗的小米 用清水洗掉它之后 滚水落在一起煲就可以了 你煲的过程中 偶然都要搅匀 避免它黏底 它滚了之后 转小火煲它 你可以像我那样 揭开盖少少 避免它滚尺 又或者它也容易滚尺 直接打开盖煲就可以了 大概煲它20分钟左右 你看它20分钟左右 转小火之后20分钟 看看它淋味 如果它变大了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你就可以舀出来食用 不用加糖又不用加盐 这个小米粥呢 对我们的神气又非常好 所以也是可以帮助 腰腿有力 也可以帮助 失眠改善 好了 今次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频道 还有欢迎来听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